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夜色回来 心随风动不知所踪 聚光散开 还随时间不停流逝 我的心才雕刻 我的爱太夙愿 我听到我的歌 没有剪奏后的另一章 想大声呼喊你 牢牢的抓住你 是不是会 有一次让故事延续 心一直为你痛 梦已经靠近你 我好想回到你心里 想大声呼喊你 牢牢的抓住你 是不是会 又一次让故事延续 心一直为你痛 梦已经靠近你 我好想回到你心里 我只怕再次断肠 不要 走 玉顏 这位是 她是沈子康的母亲 来请我赴他们家晚上的家宴 方小姐 方总督 时间不早了 我先告辞了 怎么这么想 是另一个人 还是玉顺没有死 来 还欠你 但我们只能活无所谓 你也能活 但是 我也能活 她就不活 了 我能活 让我还要好 我的个人 我能活 我把你活 大人的交流 不让我活 我活 我不能活 后来 我活 我觉得 要活 我活 我们活 活 一切 女 于民国二年九月十四日 被判死刑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被告陈红娟 女二十四岁 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被判死刑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好一个离带逃江 沈氏好好只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允香 你躲了我十八年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逃掉了 干杯 你在沈家做了管家 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怎么会呢 我也有空就过来看你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去沈家当管家 你到了沈家 每天都看着她 心里不难看她 难受吗 难受啊 不过比起看不到她 却又像在天堂 都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直情 我终于明白古人 为什么会写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呢 怕着怕天长地久有时间 此恨绵绵 无绝其 别说不吉利的话 可惜啊 可惜啊 你知道吗 我本来以为可以忘记她 可是我做不到 我现在明白 沈氏豪对她非常好 十八年了 他们已经成了 相濡以沫的一家人 如果云香能不顾一切地离开她 她也就不是那个 善良的云香了 所以 我不会再逼她跟我走 现在也挺好啊 每天都可以见到她 只要她开心 我就会很开心 另外 我还要调查一件事 什么事啊 现在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等有了眉目再跟你说吧 怎么啦 怎么了 生气了 怎么会呢 你知道的 对你我永远都不会生气 开心啊 我知道我让你生回去了 对不起 我不委屈 我不委屈 我真的不委屈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 只要能 常常看到 听到 感觉到你 其他的 我不舍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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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대통령 来来来 来来来 新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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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方舅舅 来啦 您好 您好 请 谢谢 咱们家已经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好好找回快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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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特多 好好好 您好 您好 方特多 我来介绍 爹 方特多 这位是李欣 沈伯伯在那边 您好 您好 这是我夫人 云香 来 来 走 好 幸会 幸会 感谢各位在摆房中光临呢 你好 真是好久不见了 是啊 是啊 是好 我去厨房看一下点信好了没有 好 好 您好 您好久不见 走 哎呀 沈老板 方总督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沈老板的家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可谓金碧辉煌 哪里哪里 令爱今晚光彩照人 被寒舍彭壁生辉啊 沈老板 谬赞了 二位 请入席吧 好 方总督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 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 于援 于援你来了 总督 总督大人 别那么拘束 今天我是你们家的客人 又不是在宣布房 沈老板 我们先入席 让他们年轻人自己买吧 好 季航 好好招待方舅 知道了 爹 请吧 我去了 请 一言 李嫂 外面又来了很多客人 丫头们都快忙不过来了 您也去搭把手吧 哎呀 我还要做菜呢 这个我来吧 这个我来吧 雨嫣 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吃甜食 我特意给你拿了蛋糕 尝尝看 对不起 我不喜欢吃甜食 那我帮你拿别的 不用了 我没胃口 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你烦不烦啊 像只苍蝇一样嗡嗡嗡嗡的 吵死人了 雨嫣 其实今天你能来我特别开心 以后你要是想来的话尽管来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拜托 我哪有时间啊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那 那是因为你的母亲亲自去请我 我不好意思拒绝 而且啊 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她已经把我的心整个都沾满了 我不可能再喜欢别人 那个人是谁 她比我好吗 这跟你没关系 总之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我今天来完全是为了你的母亲 你别误会 好了 该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 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她居然在这儿 我都说了 雨嫣 难道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没有了 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瑕疵你认错人了 别装了 夜叉 你真的认错人了 你真的认错人了 认错人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作贼心血啊 我只是沈家的管家 你还以为我真那么笨吗 我的记性好着呢 你还答应要带我闯荡江湖呢 我现在有药物在身 暂时没空 总算承认了吧 夜叉 我告诉你 我可不是一个好打发的人 随便你 这可是你说的 我现在就去大厅告诉他们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青龙堂堂主 叶昌 等等 不想让我说的话 求我啊 看来你是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好吧 我求你 秘密可不是百宝的 你一点表示都没有吗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能办得到 这还像句人话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你要随传随到 干什么 陪我玩啊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 我不可能老陪着你 一个小姑娘满大街的转悠 那好吧 你就等着随时被抓好了 好吧 好吧 说话算话 算话 那我们拉了钩 记住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方玉练的人了 好香啊 总督大人 菜马上去好 如果你饿了 到客厅等会儿 那是小点心 我不饿 一点都不饿 我是特意来看您的 总督大人 别开玩笑了 真巧 这道古老肉 可是我的哪首菜 不知您是在哪儿学的 没跟谁学 自己摸索的 摸索 其实我觉得 您烧这道菜的手法 和我很相似 这不算什么 这些我从小就会了 待会儿您好好尝一下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巧得还不止是这些 我觉得和您好像 在哪儿见过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面 方总督 你一定是记错了 是吗 我真的记错了吗 如果我们见过面的话 一定会印象深刻 我是不会忘记的 你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每一年 每一个月 每一天每一刻 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半夜醒来 我觉得连呼吸都是疼的 我连做梦都在想你 不过今天 我算是活过来了 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不管是十八年 还是二十八年 都不会改变 方总督 妈 我看你 刚才是方天宇 他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方天宇 伤害你一根汗毛 我真是一个扫把刑 总会给别人带来不信 不会的 你不是 行了 我没事 你出去招呼客人吧 我不走 走吧 我想一个人清一清 总之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总之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子康 怎么了 爹 你别管我 我没事 没事干吗喝这么多酒 沈伯伯 方小姐 沈伯伯 你别叫我方小姐 以后叫我语焉好了 语焉 这 这名字很好听 沈伯伯 我想问您 以后我还能再来您家玩吗 当然没问题 随时欢迎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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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怎么了 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你没事吧 爹 我没事 我好得很 我好得很啊 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 每一年 每一个月 每一年 每一个月 每一天 每一刻 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有的时候 半夜醒来 我觉得连呼吸都是疼 我连做梦都在想你 不过 今天我算是活过来 我想 告诉你一句话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不管是十八年 还是二十八年 都不会改变 林英雄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 我的心里很慌 我总觉得 会有什么事发生 出什么事了 方天宇 他好像认出我来了 没关系 事过境迁 还能把你怎么样 我是担心 他又要耍什么手段 对你不利 如果他要耍什么手段 我一定 凭了命也要保护你 不会让你有事的 别担心 走点睡 你们赶我走 我让你们连公司都开不成 你们赶我走 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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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你胆子还不小敢纵火 走 大刀 走 走 走 少啰嗦 你小的嘴可真够硬的 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大哥 我真的恰好经过那儿 你就是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放火啊 你要是再不招 我们可就用别的办法对付你了 走 走 走 你们先出去 你为什么要烧店公司 我没烧 我真的没烧啊 没烧 我告诉你 你到了这个地方 就由不得你了 我说你烧了就是烧了 懂不懂 你知道纵火罪要判多少年吗 起码得判个几十年 等到你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 你可以办五十大寿了吧 如果你不希望变成那个样子 就趁早着了 我呢 还有另外一条路跟你走 怎么样 大人 我是一吃糊涂的 他们把我开除了 我一下子气不过才 大人开安 大人开安的 主 你那么恨他们 不如这样 你帮我一个忙吧 大人请说 我一定照办 一定照办 好 好 过几天 帮我把一样东西 放到电影公司去 如果办好的话 你过去曾经犯下的一切事情 我都会帮你一笔勾销 怎么样 谢大人 谢大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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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嫂 我教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怎么没下文了 糊弄我呢 大太太 我哪敢呢 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呢 我觉得 咱们家那管家阿良 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这两天我左看右看 总觉得她特别脸熟 以前见过她 我昨天晚上总算想起来了 她就是啊 我前些天 在桃花林看见的 跟二太太 搂搂抱抱的那个男人 不会吧 是不是看错了 绝对不会 我敢保证 怪不得呢 我看他们俩 第一次碰面的眼神 就不大自然 好你都爱云香 偷男人偷到家里来了 走 去揭穿他们 不行 这次我不能再打草惊蛇了 李嫂 你给我好好地看着他们 我要筹划一下 我这次一定要 卓坚卓双 是 爱云香啊 爱云香啊 爱云香 你让我守了十八年的火管 这次 我一定不会放过 einem 虹筹 而来 而为了 抓哪一秒放枕菜啊 好 好了 好 冷快点啊 来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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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活着吧 来 我的姐姐吃点水 来了 来了啊 你来干什么 来人呢 小哥 小哥 我今天不是来闹事的 你别喊人哪 那 你是来干什么的 前几日我在公司的时候 不小心把我们家的地契 丢在公司了 我今天过来找一找 找什么找 快走快走 小哥 我求求你了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只能卖房子 如果找不到地契的话 那我们全家 只能等着饿死了 要让别人知道 是我帮你放进来的 那我也得走人了 小哥 我不会跟别人乱说的 我这给你跪下了 你 这 你 你就抱抱我吧 让我进去找找吧 好了 好了 你快起来吧 我跟你说 你进去以后小心一点 别让人认出来 知道吗 小哥 太谢谢你了 你的大恩大德 等阿王发达了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别废话了 快去吧 快去吧 去找吧 雨香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给世豪送点补汤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是怕方天宇贼心不死 不敢在家里动手 就在外面暗算你 让我送你去吧 让我送你去吧 否则我不放心啊 我帮你拿 好 走 慢点 那个老女人想干什么 有好戏看啊 船府 跟着前面那几个人 快快快 好好好 宗族大人 时间慢走啦 那我问你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 绝对赶紧利落 我安往办事 您放心 好 这么说来 我得好好奖励你了 多谢总督 多谢总督 我いて你 去啊 冒险 或者呀 none 都不肯 不高点 early пыт 他是 不安 沈老闆不在办公室吗 回太太 沈老闆出去办事了 很快就回来 好 你先去忙吧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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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等他了 很久没去片场了 我想去看看 我陪你去 我们光明正大怕什么 刻意保持距离 才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说不过你 走吧 哎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哎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卡 走 来 准备啊 现在的拍摄条件 真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 连现在的演员 也比我那时候漂亮 可你当时的辉煌 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 可你当时的辉煌 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 现在还有谁会记得 有一个叫艾云香的女演员呢 她们也许会忘掉你的名字 可你演艺的角色 已经永远地刻在了 她们的记忆里面 我都抹不掉 被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去看看 我以前拍过的那些电影 好啊 我相信在电影公司的仓库里面 一定还保存着那些拷贝吧 现在 现在就去 走 好 二太太好 好 温大哥 我是不是老了 怎么会老呢 我觉得你还是跟当年一样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别再提了 没好回忆就像是一个 永不变质的糖果 任何时候拿出来品尝 都会感觉甜甜的 我想是豪该回来了 我们出去吧 电影还没结束呢 已经结束了 这门好像被人反锁了 这可怎么办啊 开门啊 有人帽 开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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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听不懂鬼един的 它们不能继续 你怎么来了 这个时候我要是还不来 沈家的列祖列宗 都会从棺材里跳出来 你又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该问问你的云香格格 他想干什么 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上次的钉子碰得还不够吗 你老玩这套累不累 沈氏浩 我可是为你们沈家的名誉着想 你不要这么不识好歹 难道你天生就喜欢戴绿帽子吗 潘宁如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对我好什么好 我又没偷人 你简直不可理喻 沈氏浩 好 就算我不可理喻 就当我小毒机长诬陷了他行吗 那为了证明你心肝宝贝的清白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去看一看呢 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没空陪你疯 你是不敢了吧 我开玩笑 我沈氏浩 有什么事情不敢的 那就去吧 走 走啊 你放手 走 我叫你放手啊 沈氏浩 你这没用的东西 你的姨太太偷人你不管 你真会欺负我这个对你一心一意 忠贞不二的原配 你 你别忘了 我是你霸台大脚抬回家的 沈老板 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宣布房的方总督 带着一群士兵在门口候着呢 说要调查一桩命案 来 来 来 沈氏浩 好 方总督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恕罪 恕罪 沈老板不必客气 方某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办公事 公事 嗯 方总督您可知 真爱说笑 您是国家栋梁 办的 都是国家大事 我们这里的小本经营 跟您办的事怎么扯上关系呢 还是 您想看电影 沈老板真的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听说你们前几天开出了一个产物 名叫阿旺 没错 确实有这么个人 怎么了 他死了 经我们调查 这个人在生前和贵公司 有个很深的矛盾 所以我们想进去查一查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不会的不会的 我们都是正经的生意人 怎么会杀人哪 沈太太这么急着撇清自己 似乎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没 方总督 照你这么说你是怀疑 我没有杀人嫌疑 我可没这么说过 这是在调查 但是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任何人都有嫌疑 调查呢 也是例行公事 耽误沈老板了 请个方便吧 方总督对我这个电影公司 似乎特别感兴趣 无论是十八年前 还是今时今日 沈老板 谁叫咱们俩有缘分呢 请 好 不许拍了 不许拍了 让开 让开 不许拍了啊 让开 不许拍了 不许拍了 别拍了 来吧 将军的 将军的 别拍了 沈浩 会不会真出什么事 神正不怕影子邪 我这次倒要看看 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没有 这没有 没有 报告总督大人 没有 那小子把东西放开了 方总督 该看的也看了 该查的也查了 您方便挪个地方 好让我们继续拍摄吗 哼 沈老板 这巡捕房办案 又不是老妈子扫地 就算是老妈子扫地 鸡脚 嘎蓝 还有漏的地方 你这电影公司应该 不会只有这一块地儿吧 啊 啊 总督大人 那边还有个仓库 就在里面 宁如 世豪 既然总督大人来了 我们总不能让他 白跑一趟吧 咱们应该带他参观一圈吧 一来可以证明我们清白 二来也能表现出 我们对总督的敬仰啊 地方是乱了点 不过我相信 总督大人一定不会介意的啊 不会 啊 总督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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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让我找到了 甚至好啊 甚至好 你有你的张良记 我有我的过墙梯 想从我手里抢营人 哼 谁 哼 真是家门不幸啊 出了这样的丑事 你给我出来出来 谁吵你不是不幸吗 你自己看 自己看吧 怎么会是你啊 爹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看电影啊 看电影看到仓库来了 刚才那个男人在哪儿 哎呀 爹 别开枪 他是我喜欢的人 给我回去 不 明酒 小姐 听你爹的话 哼 走 总督大人 有没有什么发现 语言在这 我要是诬陷他的话 他肯定会到达一趴 甚至好 这次算你走运 总督大人 总督大人 沈老板是正当商人 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今天是我唐突了 改日在登门谢罪 那就不送了 走 潘念如 潘念如 ques 敌忧 寂寞是最深的孤独 讓你愛上走 風輕吹動 我的頭髮 想念是最深的呼喚 四年前在名譽中交錯 隨隨念念之不盡 不願離開 不願放開 什麼在心裡的思念 早已經蔓延 不願離開 只願留在 此生都不歸變 是我對你的依賴